最新消息此时此刻在大陆微博上疯传的是这段影片 这个影片呢是中国大陆的官媒旗下的新媒体叫做预冤谈天 他们做了一则调查报道 内容呢是引述了美国代理人的法规 规定的美国的议员或是工部门如果接受游说或是政治现金 你必须要登记上报 因此呢大陆媒体说他们是找到了美国方面的资料去解密 挖出了蔡政府对美方游说的对象还有游说的细节 很多方式都是透过发邮件请吃饭或是给政治现金 内容中还提到了从2021年开始 台湾当局几乎每天都在游说 而且呢还特别写到了细节真的很可怕 他写说呢台湾政府透过了三家机构联系了七家的游说公司 接触了美国六百多家的机构跟个人 前前后后游说了八百多个人 这是在两年之内的时间 还有了一百多条有公布的政治现金 好细节曝光之后呢陆媒是表示了台湾政府花了很多的心思 去游说或是接触的都是美国国会的边缘人 不过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有些游说的项目还包括要这些国会议员 在那个社群的网路上声援提案表态支持台湾 甚至呢有些就是游说的项目后续的提案 内容中写到了说会帮这些从中游说人员提供到台湾公布门给他们职位 这是大陆官媒的报道 整个报道呢大概影片有六分多钟 但对此到截至到刚刚为止 我方的政府我方是没有任何回应的 但是这个影片里头写的实在太细了 在中国大陆的网路上累计的点阅率已经超过了百万次 这个最新提供给您 而就这么刚好呢 总统蔡文他今天下午在总统府呢 是接见了美国的联邦参议员何文的一个参访团 美国议员是表示了这个美国非常期盼台海能够和平稳定 同时他们非常关切中国大陆在台海的一个挑衅行动 另外美国议员还强调台美之间共同努力合作 最重要的是他们一定会确保美方会如期 交付给台湾所采购的这个军事设备 这个最新同样提供给你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 Zither Harp Zither Harp